中文字幕 李宗盛 敦煌位於中國的甘肅省西北部 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屬於世界文化遺產的莫高忽就位於敦煌 在敦煌的壁畫中 畫有很多關於音樂的場面 統計起來超過二百四十幾個 樂器超過四十種,超過四千五百幾件 在一些樂技演奏音樂的附近 就會有一些舞技在聞歌起舞 這些很大可能都是源於唐代的宮廷樂舞 就像我旁邊這幅壁畫一樣 由於當時沒有錄音的緣故 所以我們無法知道當時的音樂究竟是怎樣 但是敦煌裡面也傳有一些文獻和樂譜 今天我們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跟敦煌有關的音樂 大家好,我是Nicki 我是香港天賴敦煌樂團吹管的樂師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三種 會在敦煌壁畫裡面出現的樂器 分別就是笛、燒和圈 首先就是我手上的兩支笛子 一長一短 長一點的笛,我們會叫它為曲笛 短一點的笛,我們會叫它為幫笛 而在外形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長一點的笛,它自然會低音一點 短一點的笛,幫笛就會高音一點 在敦煌壁畫裡面,我們會叫這些樂器做環笛 而它在壁畫裡面出現的次數 足足都有505次 可以說在吹管樂器裡面的地位是比美到琵琶 例如在我們這幅壁畫裡見到 在我們樂隊裡面 我們看到華人帝的樂師都是坐得比較前的 所以華人帝來說 在敦煌壁畫裡面 都是一件比較重要的高音樂器 而我們這個笛子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中間會有一個叫膜孔的孔孔 它可以讓我們貼上一塊叫做笛膜的東西 令它吹出來的聲音更加清脆明亮 會跟西洋的場地聽起來很不同 也是我們中國笛子的一個特色 接下來我就會為大家示範一下笛子的聲音 每一步都會聽到 怖百分別的碟子 在這種數字裡 看起來很不見 他我們怎麼看 你的題目 甚至為鬼 看起來也有一個叫做笛子跟偷子 中文字幕提供 我會為大家介紹第二種樂器,蕭 在我手上有兩支不同的蕭 長一點、幼一點的蕭 我們會稱它為紫竹蕭 它出來的聲音會比較優雅一點 第二支短一點、粗一點 我們會稱它為貴竹蕭 而且它的根部比較大 我們也會稱它為大頭蕭 它的聲音會比較粗獷一點 在敦煌壁畫裡面 我們會看到有一種演奏形態 跟它很相似的樂器 我們會稱它為樹笛 大家都是打直地吹 打直地演奏 而且在壁畫裡面出現的次數 樹笛也足足有276次 也有很多 另外蕭和笛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我們說過 笛是有膜孔的 蕭就沒有膜孔 所以它兩支蕭吹出來的聲音 也會比較優雅一點 樹笛也經常會在敦煌壁畫裡面出現 而且也會跟環笛一起出現 現在我會為大家示範一下蕭的聲音 我們會想要它們的一支 這個優惠的我 和我追求的 我們不會看到 這個優惠的 比如說 不是說 你不會看的 像榮 這個優惠的 樹笛 最后会为大家介绍的乐器就是圈 在刚才介绍的乐器中 大部分都是用竹去做的 在我手上的这个圈 就是用陶土去制成的 当然也有石做的 也有骨头做的 但是在我手上的这个圈 就是用陶土制成的 而在我们敦煌壁画里面 有出现过这幅圈的图 这幅圈的壁画里面 就是我们这么多壁画里面 流传下来的唯一一幅圈的壁画 当然我们不排除在历史的充饰里面 有其他壁画包含了圈 这样剥下了 但是在我们现在可以很珍贵地 看到这幅圈的壁画流传下来 这幅圈的音色也比较沧凉 跟我们平时听到的传统充火器很不同 我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下它的声音 然后这幅圈的音色 给我继续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家好,我是Loris 我是香港天内敦茂乐団吹奏生的乐手 我手上这枝就是生 生的結構是由竹、底部的生斗和吹去組成 而每一枝竹下面都會有一塊黃片獨立發聲 生就是大家認識的口琴的齒組 生組在18世紀的時候 經由絲綢之路傳到歐洲等地 形成了口琴,而屬於自由王的樂器 而生最重要的靈魂就是黃片上的豬沙 豬沙的大小就是控制了黃片的音高 而當它大粒的話就會低音 相反,小的話就會高音 而生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吹和吸都能夠發出同一個聲音 所以生在演奏的技巧上非常豐富 包括有花舌、膚舌、甚至一些腹調的演奏技巧 生早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已經出現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濫瑜沖素這個成語 當中南國先生所演奏的瑜 就是我們現在認識的生 生最早期的樣貌就是 好像手上拿著一樣 或者在壁畫上顯示到這樣的樣子 我們稱呼它為唐代的生 其實唐代生和我們現在認識的生 結構上和演奏上都是大同小異的 相比之下,唐代生的體積比較細小 而且在演奏上也比較難去演奏 生在敦煌壁畫出現的次數大概有345次 通常都在北藝時期的壁畫會發現得多些 生普遍都是伴奏的角色 在不同的經變畫和樂武圖上 都能夠找到生的蹤影 接著下來我會為大家簡單示範一下 生的聲音是怎樣的 最好,沒錯,再做次數字幕 做此,還有,為大家也不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的名字叫胸猴 你們看到它的外形 其實立刻印象就覺得 它好像一件西洋的樂器 即是樹琴 但其實原來兩者 真的有近親的關係 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 它們的歷史 其實胸猴這件樂器 它的琴意有三種 你們看到這幅左邊的圖片 其實是叫做古代的俄胸猴 俄胸猴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好像古增的長形的木箱 而且上面就有些好像琵琶的品位 它們彈奏的時候 是用竹片去敲咒 或者是撥咒的 這個彈奏方法 就跟我們現在的這部琴 很不一樣 你會看到中間這幅圖片 就是我們古代的樹胸猴 樹胸猴其實是我們人類文明裡面 可以說是最早出現的一件 延命樂器 它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 那時候大概在秦代的時候 這件樂器經由波斯 傳入了中亞和印度 而且在我們中國新疆一帶開始流行 直到後來 墨漢武帝出現的時候 有個通西域的政策 所以這件樂器就傳入了中原 實際上這件樂器 西傳至歐洲就叫做Harp 也就是樹琴 而東傳至中國就叫做空喉 所以其實樹琴和空喉的確是近親 我右手邊這一部就是現代空喉 其實它是我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一班很有貢獻的教育家和改革家 將它融合了樹琴和古增的一些營製 而發展成為我們身邊這一座的營代空喉 你會見到它兩邊都有張住一排的營 總共有兩排 而且每一條營線 還有一個琴馬 好像古增一樣 去張住這一條營 另外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設計 就是琴底有一個很神奇的槓桿 這個槓桿會張住這兩條的營線 令到它在左邊可以做出一些民族的演奏技法 例如有按音 甚至會有震音 都是透過這個設計就可以達成 空頭這件樂器其實在敦煌壁畫裡面 出現了總共二百七十八次那麼多 其實它是繼琵琶之後 第二出現次數最多的彈簿樂器來的 在壁畫裡面主要它有四種呈現的形態 包括就是樂記去座詞 也就是坐在這裡 好 保住你彈 另外就是有樂記暫詞 還有飛天和不古致名 好了 我現在就為大家演奏一小片段的 空後樂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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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古增这件乐器 古增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谈舞乐器之一 它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在秦国一带流传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地区 所以它也叫秦曾 它已经有着2500年的历史 它在敦煌壁画总共出现了176次 是我们出现次数最多的第三位谈舞乐器 而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古增是一个长方形的木制共鸣箱 而这个琴体的中间 会有很多这些叫硬柱的琴码 将着每一条的沿线 而我们可以透过移动这些琴码 就可以做一个调音 那你会看到我手上戴的 很多叫做假指甲 就是我们弹走的时候需要的 那你会看到身边这一幅 莫高架里面85号架 一幅叫做树下弹针的壁画 那你会看到那个弹固针的人 其实它是坐在那里弹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但是你会看到它的弦线 就不是很清楚它有多少条 不过现在我们现代古增 一般都有21条弦线 而且我们会用五声音阶 作为基本定弦 不过我们随着弦曲的一些发展之后 我们可以透过 好像刚才说的调音方法 还有左手可以按压弦线 去做出一些特别的定弦 而今天我就会向大家 演奏一个小的片段 就是有一个特殊定弦的弦曲 来听见 与其他你开心的音乐 在优优素生 可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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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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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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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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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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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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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